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他背负上亿元的债务 但他远赴内地主持五年内 就将债务全数还清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他多年的好友 邝铭杰 萧妍忠 还有他的子弟丁赤道2一起来聊聊 那时候的这个婚礼顾问公司 那一个副业让你亏了一个义务 当他是一个负债的时候呢 你的心里要有正面的能力 他想这欧元点过几百万 你这样想事情啊 他跟你的奴族是比较奇怪 就你那时候在 就在这么多的时候 你这样你的邏輯 对啊 这样好多了 谢谢 因为这首歌是 曲台唯一录过的一首歌 这首歌是陈生写的 写那首歌我不知道唱片怎么录 陈生骗 喝酒会开闪 这真的啊 就有人拎个威士忌 冰啤酒 他们做了一件事 证件 嗯 歌手不可以喝冰 他们把啤酒拿去微波炉加热 就我喝热的啤酒 我跟你讲 跟尿一样 但因为我被送回家 等我再听到这一张唱片的时候 我看就跟那样的像好了 你根本不敢看我 你好 他在我们家 不是只有我讲话 他在我们家不是只有我讲话 对吗 对吗 他在那边听我说话 就是我爸在讲话 好 那妈妈很欣赏他的幽默吗 你不敢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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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不是 不是 刚刚那个镜头有从我这边 那样攀过去带倒 真的就要不要这一集了 所以我 那镜头可不可以知道一下这一集 我们就不要问晚安了 我们欢迎曹其他 好 好 好 不是 我们想好好给你来开场 你今天是怎么样 很想感兴一点 没有 我觉得来上陶子的节目 你要让你一秒钟里都有惊喜 我刚刚看到那导播运镜很有味道 是 上面裙子那样 过去 对 那我发现我坐在镜头里是这样 这不像我 对 所以你必须 所以导播,你那镜头再走一遍 我就可以演那个 預備 你要演阿杰拉要 怎么回事呢 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意思 谁太多 这没有什么意思 表演是这样 表演艺术就是你要异于常人 人家觉得你应该坐在沙发 你不要 你就能够表现出不一样的结果 因为主神驾到旁边还有四位这个 光潮马翰,对不对 这是你牵的星团 三太子 三太子 而且有纳豆的附近哦 对啊,自从纳赚 没有 纳豆是男版 等一下,我刚才听说 那个,他是像,很像 那边是廖惠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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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们都有像电影界的名人 这个是文学家廖惠茵 这是电影版廖惠茵 我是香港的高解民导许安华 好难哦 但是,哎呦,起泰哥 我们多久不见了 老朋友 多久 你离开台湾多少年了 十年 十年 才十年吗 从陶采头到现在 其实从 比较淡初大概有十六年 十六年了 十五、六年吧 差不多 我跟陶子合作 我跟陶子第一次合作是全家乐 对啊 在华市 曹兰离开 陶子接全家乐 没有,全家乐是新的 后来是郝采头 是曹兰离开 曹兰离开 陶子接 然后陶子主持的第一个节目 全家乐 对 对 是我们的合作 对 那边,坐在那边 你还没介绍到的嘉宾 我不敢介绍 邝明杰的第一个节目 天生一家和我 欢迎邝明杰 嗨 大家好 肖妍中处 一辈子都不会跟他合作 对 你们两个好朋友已经好到 就是你七月份 在上海的生日趴 他去喝 隔两天 就两天没醒 隔了两天他也来发通告 换他生日 换他喝 他从头到尾不知道 我去过 我那天忙完很多的约会 赶去他的生日趴的时候 看到肖妍中在对的全场追吻 然后我一进去 陈森就一直往后退 到你了 然后就把我推上去给他亲 然后我让他亲了一个晚上 到最后我说 我还有事我先离开 你们以后 明天一定要告诉妍中 我有来过 不是 结果他后来也没吓我 所以我 所以到底 也 肖老师 跟其他也是多少年的朋友 二十多年吧 二十多年 我们出道大概差不多八五年吧 我现在没有觉得他是同一个人 他当年的整个线条 好像邝明杰二十年不变 桃子二十年不变 桃子二十年不变 但是妍中 他当年是一个 就是有美学细胞的文艺青年 对 他不是现在这样一团肉 放在那里面 放在那里面 对不对 完全不一样 十六年总有些利息嘛 对 翻了一倍正常 也没变过 对 因为我以为一般主持人 就是说 你在台上 镜头前面滔滔不绝 然后 私底下会 私底下就是说 你脱离工作之后 应该是要休息一下 对 他没有 他一样 对 他从头到尾在主持 我觉得他除了睡觉以外 都在主持 他是一瓶 我觉得我看到他 他是一瓶开心的香槟 而且是摇过的 所以一开就 对于一个男人来讲 当有一位美丽的女性 称赞你 你是一瓶 不停在冒跑跟拍摄 好开心啊 这是男人最高度的 被推崇 治疗不上 太迅速了 我已经喷了一声了 那小林看呢 女生来看超期待的 你也跟他是 合作搭档到现在 我觉得他是超级过动儿 对 而且我们跟他一起主持的时候 都会觉得自己像猴子 会觉得他像美猴王 然后我们就在旁边 像小猴子 一直跟着他 一直跟着他 然后他只要就开关一开 旁边的人不可能停下来 我们就好像被他有一点 好像有隐形的线 被他抓住一样 就是玩弄在鼓掌之间 你知道吗 对 而且那时候跟他主持 就是很好 他就是比如访问来宾 假设速度是慢的 他就今天我们很高兴啊 放来到小林中啊 成全呢 你们最近怎么样 没有关系啦 他就是大概只有半秒 就自己把话接完 不打算让人家回答的一种意思吗 而且要来不及的话 我从来都不是说 不让人家说话的那种主持 我真话 他怕冷场 我不要人家话掉地上 对 观众开电视 已经是一种奉献 他要奉献出电 我们应该填满他付出的电 是 你知道吗 是喜代客人 是从小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吗 你的从小你明白吗 就是比如说国中 国小 出生 太假话了 我在娘胎里 就这样了 我怎么知道 傻声 但是据说 据说我睡眠当中 是有反应能力的 所以我们家所有的电话 不能放在我伸手可骑的地方 因为我会半夜 或者在沉睡当中 接起电话 跟对方对谈如流 谈判条件 谈完合约 约好第二天见面的时间 把电话挂断继续沉睡 醒来之后 我不记得我接过电话 好近见 据陈森的说法 因为我跟他睡在一间房间里 他说夜里 他半夜打个哈欠 我就会接话 他说 对 陈森说 他半夜起来尿尿 然后尿 我有听到声音 我就有反应 我在沉睡当中就 不要再叹气了 尿尿尿尿 我后来听说 他尿尿的时候 因为马桶有声音 我还会配合那个 做出反应 很怕真的会冷场 陈森哥也是没有办法 面对自己一个人吗 你这什么话 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一个人的时候 也可以举行一场座谈 一个人 分次多小吗 人有的时候 人有的时候 一定要沉淀 冷静 和自己好好聊聊 你的那个时候 大概几年会有一次 目前 目前旁边都一直有人 我很想进行 这样一场和自己的高峰论坛 还没发生 对 因为其实我 等一下 你要介绍叫我的歌手 是 等一下 等一下 不是 你們分头上去送 不然没有机会露 赤道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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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人的团队 对 然后这里面上面有写名字 要认清楚 因为有些拿过 就不要送第二张了 好不好 对 老板 最好 谢谢 叫做 是吗 鞋了 滚石割手 滚石割手 然后这是纳豆 今天是你因为 你沾光 你坐在桃子姐的旁 这个通常都是送主持人的 我这一生最尊重的三个字 就叫 他是主持人 我不管你具不具备 对这样的条件跟资格 跟才一致 坐上这个位置 就要给面子 谢谢你 我这个就这么好 非常感谢 谢谢你 谢谢齐泰哥 要赶快红喔 你红了才知道 后面是什么样的人生 你红了才知道 对 谢谢齐泰哥 很真心开 对 我真很棒 我看了书 大概也才了解说 我认识的齐泰哥 碰到什么样的风浪 因为 我有吓到 因为其实那时候的这个婚礼顾问公司 那时候我还去过那个工作室 在华氏旁边 对 其实我看书 我才说那个副业 让你亏了一亿五啊 一亿六 一亿五 还好 大家不要被数字吓到 当它是一个负债的时候 你的心里要有正面的能量 一亿六千万 你就把它想成人民币 它只剩三千多 你把它想成美金 它就只剩一千多 把它想成欧元 也不过几百万 可以这样想事情 对 那赚钱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换壁纸 是 把它换成一米一顿 就是自己好有的钱 对 人是这样乐观的 但是在这 生小孩 把它想成欧元 好 有没有 你就觉得孩子很便宜 不是 不是 那你的逻辑是比较奇怪 就是你那时候在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再讲 你特别 你那逻辑也特别 这样好多了 是 这个时候你在欠一亿六的时候 你还是每天住在饭店里面 这是你刚刚从节目开场到现在 想到的第一个问题 也没有 刚好上面有写 住饭店不是理论上来讲 花更多钱吗 你怎么会… 是 我那时候已经没有钱了 但其实你要在外面做财务的运转 你其实还是要… 而且觉得自己太累 应该有一个好好睡觉的地方 那时候已经没有人可以照顾我了 我就去… 没有差别嘛 你欠一千万跟 多花了两万块住旅馆有什么差别 一千万跟一千零二万 跟六千万跟六千零八万 有什么差别 我… 我会多借一点钱 让家里人过好年 然后去度假 住五星级酒店 大家吃得很好 然后很愉快地在… 晚餐烛光大宴上说 你知道吗 我们家现在欠了六千多万 这感觉总比大家蹲在路边有没有 我们家现在欠… 欠五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八 你这个好吧 嗯… 所以你什么时候才让林怡姐知道 对 她到今天都不太想知道这件事 她只是参与了过程 有很多的兵在上场打仗的时候 并不知道是打胜了打败了 她只知道冲上去没死又退回来 看到书我就觉得 我那时候察觉不出来 其他哥这么大的压力 然后其他哥也从来没有跟我讲 可能他把我当成是个妹妹 所以他没有告诉我 但是我也后来刚才知道说 邝明杰小林跟黄玉玲小林 这双林好像那时候也帮她周转了不少 她们都是我的会咖 我有… 那时候全台湾所有的互助会的会会王 就是我 你那时候带套的会 中介你可以参考一下 很多的事情你来 我们聊聊啦 打一场麻将好不好 是 所以那时候最多起了多少个会 没有啊 那时候大概有讲连三十个 三十个会 对 那时候少年 每个人都存到钱啊 就是那个可以存钱 可以赚点利息很好啊 那对我来讲也是帮忙 而且我可以用这个 反正每个月就定期会跟大家碰面 这也很好 喜大哥 我那时候不太了解的是 为什么你突然就跑到新加坡去 然后突然跑到内地去 我记得当时印象很明显 冰冰姐 当时刚好发生白小燕的事情 那我辗转有透过在 在单位里的朋友知道 当时我和夏姐的名字 和小孩的名字也在名单上 然后第二个是当时 我已经财务周转得很严重 也早晚要曝光 我不确定我自己可不可以 从那个危难里全身而退 那夏姐同步生病 因为刚生完我最小的孩子 然后吃肋骨醇生病 就是那个肾脏整个出了问题 那她需要安养 然后好阳光好空气好水 跟安静 我就把他们送走 便我一个人留在战场上 那后来当然就 这个事情花了几年的时间去平缓 平缓了之后我就去新加坡发展 发展之后 就像我今天告诉 刚刚之前告诉纳豆 就阿纳豆现在听说 在台湾是最红的 最多节目的 对不对 最多节目的 这花了多少时间 她才出道十年而已 对 我只花了两天 在新加坡只花了两小时 就 就超越你现在的状态 这个当然牵涉到一个人的外型 这是有限制的 没有差别 是 很大 很大好不好 拜托 金费好大 是 所以 刚刚聊到哪里 你是因为 因为家人到了新加坡去 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 新加坡环境反而就那么 就那么大嘛 那在新加坡 你不能做两个节目 像他 纳豆现在做十个八个 这个很难 为什么不可以 他们有限制是 新加坡市场就那么大 你做第二个就曝光过度 因为第一个是全 是全新加坡收视率第一的节目 你再开第二个 就已经曝光过度了 然后不能拍广告 因为没有广告 新加坡的广告 第一个提出来的邀请 是一个知名连锁的快速食品牌 很大的 M开头的 来邀请 然后开出来的价格 大约是四位数 我刚才原来是一个小岛的价钱 结果是四位数啊 然后你问他说 为什么那么少 他说没有啊 我们请电视台的不要钱 你已经算外聘了 所以我们给钱 我一听到那个金额就像 因为市场就这么大 所以我后来离开 我也去了上海 所以他借吴宗献100算多了 对 如果拍一个M开头的广告 只能拿四位数 对啊 你要不要试试看 你跟我开口借会怎样 没 没关系 他现在目前还不需要 是吧 对 开销很小啊 不是 他花很大 东西有一半女生的手机费 都是他在里面上 没有 没有 另外一半的遮羞费 也是他在里面上 不管外观多爱玩 会不会玩 像我身边坐这四个 谁 谁的手指头脚指头 谁身上不该有的指头 会做什么事 我都看得出来 像桃子是那种 邝明杰是那种不停谈恋爱 但他不会做什么 桃子是那种心里只要决定 对方不要他都要了 蕭颜忠 蕭颜忠是自己做了什么 他都不相信自己做了 是什么 那都是那种 有发声都算剪刀 没发声他就尽量讲去想像 所以他感觉做很多 其实他什么都没有 漂亮 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提到赤道2的 来 我们唱个歌 有啦 等一下 一定会 一定会 因为这首歌是启泰唯一录过的一首歌 然后他录的时候呢 那也是好彩头的时候 21年前 21年前 对 我出道22年 差不多 在滚石的那一张 那里面只有一首歌最红 就你东盛的凡人歌 你我皆凡人的那一张专举 你那时候出 因为我知道对你来说蛮重要的 因为那首歌是陈森写的 为你写的 写得太好了 就是描述启泰歌的个性 秀我还是要上 所以我还是要上 就是 我没有想到这首歌 21年前写的 居然会写到目前的写照 是那天我看到新闻 我开始急了 我看到 因为我看照片只有你捂住脸 然后他就说 你的伤口因为还没好 在肾血 然后你还在唱 还在带着赤道2在唱 然后到后台去吐血 我说天哪 这不会真的是我们艺人有时候说 我们最后一秒都还要在舞台上 那种感觉 你知道我二十 二十一年前写的歌词 陈森那个不负责任的东西 每个人都拿到一笔预算 他跟我直接把那个预算 花在台湾最贵的录音室 音乐原来跟我距离很遥远 写那首歌我不知道唱片的 陈森骗我 陈森说我跟你讲你就来啊 我就去了 去那好贵的录音室 我说来啊可以录歌了 还没有啊 我说我现在要干嘛 你听一下这个 我就好惊喜 你知道比开生日礼物高兴 因为你马上要听到你的歌了 然后就听到这样 然后我说 这是我的歌 我说 我说那我们今天来 那我们来录音室征校耶 我来干嘛 他说 你去写歌词 我继续写歌 然后就拿着录音室 我趴在里面地上写歌词 他在外面做音乐 然后做完就说 写到哪里我看 好我们来录音 我说我没有听过歌怎么录 我唱一遍给你听 他每一遍唱都不一样 对 对 对 一一天晚上就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更扯的事情就发生 像肖炎中这一录的好友 就来探班 拎着酒 我那天录全家乐 我们两个录全家乐 录了一整天 嗓子都喊哑哑了 夜里去录音 然后我说我嗓子不舒服 歌手没有关系 我是铁嗓 我说我不是啊 你是歌手你也要有铁嗓 喝酒喝酒会开嗓 这真的啊 就有人拎着威士忌 冰啤酒 他们做了一件事更贱 歌手不可以喝冰的 他们把啤酒拿去微波炉加热 叫我喝热的啤酒 我跟你讲 跟尿一样 然后全部站在外面 看我喝热啤酒 然后在外面 那里面都咕嚕咕嚕咕嚕一直喝 然后就在外面开那个话筒说 所以我就录了 然后没录完就醉了 所以怎么结束的不知道 后来半夜我被送回家 等我再听到这张唱片的时候 然后我第一天坐在车里 戴上莎小姐 还有我那时候还有娘娘 我女儿坐在车上说 来听一下爸爸的唱片 然后转到那个 他滚石骗我说 那个位置是一个唱片里最重要的 你被骗了 我没有做过唱片 然后就跑 快跑 我觉得每一首都很好听 快跑 翻面 终于智到我那首 然后放出来 整个车里面都安静 都没有人讲话 连我女儿 那时候她才几岁 她都知道真理 听完 然后大家默默就把音响关了 然后就开车 去了下一站 没有人再提过这件事 21年前 所以我发誓 我一定要重来 好 陈森把这首歌 作词 写 曹启泰陈森 因为我没写完就醉了 作曲写 陈森曹启泰 我说我怎么 我哪有作曲 她说 原汁原味重现 带着新人 赤道兔 一起來 好 大声一点 是金鱼还是继续 我来到地方等你 是金鱼 你 是金鱼 你 不可以 有成 对 有可能 营造 对 你 丟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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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而且我發現你呢 這裡面有很多期待的痕跡 就是他寫歌詞 他其實不希望人家知道 是他寫 他寫的比名叫二哥 但是呢 唱片公司還是把他誇虎 超期待的 很棒耶 世代哥你怎麼會想要說 後來去當成長老闆 我無聊啊 我無聊 真的嗎 不 期待哥的位子很多 不但是經紀人 好像後來也當導演對不對 世伯的總導演 世伯汽車館的總導演 世伯汽車館的總導演 我去年在做一個選秀 浙江衛視的選秀 做了這個選秀是音樂的 我跟音樂也不搭桿 那我就 我就做了音樂 他們就是選手 前十強 那前十強 每個都有很好發展 剩下四個 沒人管 我就把那剩的四個簽回來 蕭炎舟 一個漫畫家 跟演藝圈有什麼關係 他也不過因為 交了一個好朋友叫陳生 他就覺得他也是音樂人 那是一個不歸路 他就覺得他能唱啊 真的啊 他後來覺得他非常綜藝咖 我就從頭到腳 你知道 他去上海參加我生日趴也穿這一件 三天之後 他自己的生日我還是這一件 我剛剛一見攝影師 有沒有看他穿這一件 我說你沒有別的衣服嗎 他說我一看就這件乾淨了 就表示洗過又穿回來 他這樣也覺得他是綜藝咖 台灣的環境 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是綜藝咖 沒有嗎 你穿一件這麼合沙發椅的衣服幹嘛 看起來像保護術 要是不穿黑褲子 我不知道你坐在那裡 所以我覺得像蕭炎舟啊 聲哥啊都很喜歡 習慣喜太哥跟你們的講話 被你叮這樣子 不是他就是那種關不住水龍頭啊 你說他說那個錄音室那一次 我跟陳生在裡面嘛 就先stand by再準備 他一進來 他很嚴重 他現在那個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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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講了半個小時 這中間拿了一支香蕉 他桌上有香蕉 就折了一支下來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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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mento 再讲半個小時 然後我跟陳生就一直這樣 一直舉手 然後他也把香蕉 彬彬彬彬彬彬 然後把香蕉皮剝 然後一吃吃吃吃 然後吃到一口爛的說 你們還是不是人啊 你看著朋友吃一個爛香蕉 你們都不講話 我說我跟陳生就說 我們剛才一直舉手 他就這樣子啊 會這朋友 campeon差很多 還是能夠變成好朋友 對啊 一個是機關槍 然後你們是打太極 對 然後他裡面唱得很開心 對不對 因為你知道他在錄音室裡面唱 聽不到我們外面在講什麼 那他就進去唱 唱得很開心 他就轉頭拿著酒杯說 不是 我剛剛有講說 我跟那個蕭芸忠老師有一段過 不是 一段過 就是有一次 我要先謝謝他 因為我第一張專輯是 蕭芸忠老師幫我畫我的Q版 然後放在我的內頁裡面 然後就有一次 是我帶小燕姐來辦 然後那時候就很戒慎恐懼在友台 然後他是一個訪談節目 還有一個那種知名的心理老師 會幫你分析 就像他們畫圖 結果那一集來賓 就看蕭芸忠跟陳生 然後我跟蕭芸忠老師不是那麼熟 那陳生大家也知道 就是他講話是絕對 你抓不住的嘛 對 滿天亂飛 結果呢 他們就當場逼瘋了那個女老師 因為那個女老師就向他們畫圖 然後就開始好像很犀利的分析啊 就說 然後他也很緊張 因為他覺得陳生怪怪 所以他就一直說 那個炎之中 炎之中你畫的畫這樣 然後最後那個蕭芸忠老師說 我叫蕭芸忠 然後從那以後 女老師就瘋了 瘋了以後他就說 我跟你講 那個那個 炎之中 蕭芸忠 你家裡一定有一個女人在等待你 而且他都等不到你什麼就開始講 然後蕭芸忠就很冷靜的一直看著他 然後說 為什麼 然後那女老師就說 因為你畫的是城堡 我看 這麼大的空洞的一個城堡 裡面在窗戶裡 有一個女人望著窗外 所以一定有 然後蕭芸忠也不講話 等一下講完說 那是一隻羊 一隻羊 那是一隻羊 那老是就徹底被擊潰 擊潰 從那以後我看 他沒有在那個節目出現了 他也幫你進去發展這樣 所以其實他們兩個 你很快 他們很害 可是他們很狠 我最喜歡 我主持節目的過程 其實像桃子我們搭檔 小玲我們搭檔 其實都是愉快的 因為大家已經準備好 是要當主持人 我覺得那個已經沒有誰幫誰 就是開開心心都能做 可是像蕭芸忠 陳生這種人 是我最喜歡的訪問對象 我最怕這個人正常 我最喜歡訪問這種不正常的 陳生扒竿子打不出一個悶癖 太好玩了 他那個眼睛裡都有語言的 他那個眼睛有預備拍的 我幫他解讀了前面所有的過程 我自然接得上 他最後誕生出來的那顆結果 所以陳生以前說 他去所有的節目裡面的 自己都很乏味 他回家不願意看 他一回家 他老婆都會罵 說你這樣去上什麼宣傳 你不宣傳本來比較好 越宣傳越差 除了上我的節目 到我的節目裡 他突然變成一個 會說話 有節奏 有理性 有智慧的人 他很有智慧啊 只是... 他有嗎 蛤 小玲珠說囉 曹啟泰 夏玲玲 兩人的婚姻 命中早已注定 我覺得其他一個很厲害的事 他真的是... 他除了我剛剛講的 就是... 可以讓場子很熱 第二件事情 在大型典禮的脫口秀 他是第一人 那一戰是非常重要的 對 而且他表現的 我覺得是台灣主持人裡面 難得是可以... 我覺得有國際 討論壇的水準的 謝謝 是不是 謝謝 所以其實那一戰 對你來說也非常重要 而且我記得罕見的 很犀利的女記者 還寫了一大篇讚美你 對 我記得第二天 那個整個金馬獎的報導 第二天整個版面上 因為原來有... 裡面有最核心的四個表演 是四大天王 那一次四大天王到齊 各自做了30分鐘表演 我在當中領了五千塊車馬費 做了一段討論壇 第二天整個版面上 四大天王這麼大一塊 整個版面的當中的那一句話 我到今天都會記得 叫做... 當年很流行什麼會轉彎嘛 他叫曹琪泰的舌頭會轉彎 不打結 哇... 納豆 嗯? 我... 我... 抬走 這怎麼練出來了 他不用練 我現在教你幾件事 你只要做得到 你就有機會可能擁有未來 跟著我做 你會捲舌嗎 你不要擁他 你會往上翻嗎 很好 會往下嗎 你可不可以捲起來往下 你還注意看 嗯 嘿...好舒服喔 回去慢慢練 回去慢慢練 你做得到的回去慢慢練 捲起來往下 好 接下來不要管電視 我們換一個 你會不會往左翻 全部 對,很好 往右翻 很棒 拍拍手 兩邊都會 這個很重要 嗯 好不好,慢慢練 等一下,你現在教他 是有關什麼的技巧 這個主持有關嗎 用舌頭清乾淨 左眼的眼屎 開始 什麼啦 你會不會往右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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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覺得這個 這個其實每一個主持人 他有不同的風格 對啊,跟著沒關係 他有自己的風格 然後但是 其他一個又因為 經歷了人生 這麼多不同的階段 所以比如說在這個 內地的像選秀節目 他們說你可以讓全場 每一個人都哭了 你渲染力太強 對,渲染力非常強 我覺得人要跟... 嗯 結果後來,我第一個 我覺得我擁有人生 很美麗的機會 這個要謝天 一直碰到有 好的類型的節目 那個節目是荷蘭引進的 一個版本叫Sing It 它的Slogan叫做 說不出的感情 大聲唱出來 於是節目裡有很多的 不安排的橋段 是意外,Surprise 好比那個 我書裡提到的那一段 那媽媽找三歲孩子走丟 她一路找她的孩子 找了二十幾年 她的孩子應該二十八歲 然後她在現場 她就出來宣... 就拿小孩的模擬放大 可能長大會是這樣 還繼續找孩子 接下來我們說 那你有沒有歌 想唱給大家聽 她唱了一小段 我說我們也有歌還給你 是你在找孩子的 這個二十年當中 不小心找到 這個是走丟的孩子 但不是我的 可是我幫你找到了 她是你的孩子 她幫好多孩子找回了父母 幫好多父母找到了孩子 然後那天的現場突然門一開 出來了八個孩子 叫著她媽媽 謝謝她在二十年 找自己孩子沒找到的過程裡 幫她們圓了夢 我的天 然後你知道 她們唱了一首歌給這個女 那你說主持這樣的節目 你站在中間 你會想什麼 能不感動嗎 如果你是人 你是人 我覺得主持人最基本的條件 還是要是個人 然後接下來你有一個秀 然後你是這個秀的主人 你就是家的主人 照顧好每個人的心情 與人為善 把自己當成像第一天 然後你知道這是個福氣 你能拿著麥克風 如果你曾經讓一個人笑過 你就結一份圓 用那個心情去主持一輩子 你就可以造化那麼多人 你知道她女朋友叫什麼名字 她選秀過程裡帶著女朋友來 我想 你那麼單純 你哪裡像一個會刑房的人 這麼可愛 單純 善男 你怎麼可能會 你要女朋友幹什麼 她就帶來了 然後再吃宵夜 然後旁邊坐了另外 你知道她就這樣 小胖站起來 你看這樣的一個青春無邪 旁邊站了另外一個女孩 也矮矮胖胖 兩個一對 現在的女孩子是我辦公室主任 然後我說 你叫什麼名字 曹老師 我叫玲玲 我叫玲玲 我想 這就註定了 玲玲你姓什麼 曹老師 我也姓曹 她叫曹玲玲 我那次就很嚴肅的決定 好吧 這是我的責任 謝謝 齊曹哥 一生的奇人意識太多了 我是現在才知道 因為製作單位給我的資料說 她跟玲玲姐 當然當初是因為做節目 偉忠哥說有人要送玲玲姐回家 然後她刻意繞到 這個故事可能大家知道 但我不知道 你在小時候看電影 就碰過玲玲姐 你不知道那一段 我不知道那一段 我看到我說 真假的 這是完全真實的 你跟她講快一點 要講啊 對啊 對啊 我結婚到第二年 我們兩個人在家裡無聊 他們說那時候還是租錄影袋 那個卡夾 要去外面租 他說 租恐怖片來看 我說停 我不看恐怖片 為什麼不看恐怖片 我小時候印象不好 我小時候看過一部恐怖片 印象很差 而且遭遇很爛 那部電影叫大法師 好恐怖 然後我還記得 在看的那個戲院在西門町 然後我是翹克去的 身上只有二十幾塊 然後本來想留下來吃一隻雞腿 後來發現買票不夠 於是餓著肚子把票買了 買了以後排隊進場 坐在很前面 然後坐下來 然後看到那個電影 就被嚇呆了 錢也沒了 還被嚇死 嚇得半死 啊 叫這時候旁邊有一個人拍我 是一個大姐姐 不要吵 啪 給我一耳朵 我好慘 什麼 然後夏琳町聽到這個 你說停 你是不是在西門町的日清戲院 你說是啊 外面那個看板上 有那個一個窗子 有白紗這樣飄啊 還記得那個電影院的裝修 而且是一個禮拜幾 禮拜五的下午 下午場 我說對啊 電影院裡面有什麼人 坐在很前面 我對啊 因為我小我太太十歲 所以我小學五年級俏課 她是文化大學二年級俏課 一個俏課的女大學生 自己一個人下午去看電影 旁邊坐了一個小孩 那個小孩很吵啊 她就 啪吵啪 打了她一耳朵 好恐怖的原本啊 夏琳琳 所以過路上 不要隨便打人 你不知道那個人 將來會是你的身分 什麼 什麼 真實的事情 後來在我們家 這二十七年裡 沒有租過恐怖片 我不看的 我不看恐怖片的 這真的是命 後來揭曉以後 你們兩個的反應是什麼 可以 應該有愣住啊 沒有 對 我們就這樣 你看我 我看你看了很久 她就決定 不要堅持看恐怖片 她已經在二十年前 就打過我一耳光 好可惜 這真的好特別耶 然後蕭老師你有沒有覺得 太恐怖的一部電影 不是啦 原本… 不是 原本 這故事你知道嗎 蕭老師 我知道… 她剛剛不是說了嗎 好難聊 她有沒有很難訪問 有 我一直說之前知道 如果陳生在這裡 陳生會現在這樣站起來說 這個我聽過 就出手聽過 那都亂說話 從其他火大抓狂啦 可怕的事情 然後真的在我 天天在我面前 真實上演 所以你跟林玲姐 會相約下輩子嗎 有這麼浪漫嗎 在節目裡問這個 你們兩個愛得超激烈的好不好 我們在唱下一首歌 我跟你講喔 我不能講細節 但是我那時候還小剛出道 跟喜太哥合作 哇 兩個愛到是真的有 比如說有小爭執的時候 期待的是那種 很爆裂 對 很爆裂 然後很愛啊 那不然怎麼樣 然後就好像要決裂 都嘴巴唆唆 然後喜太哥不知道幾天沒回家 形容憔悴 然後就拿著一張破碎的紙 然後就是很怕失去林玲姐那種 他們那時候結婚 誰都要這樣愛一次吧 辣豆沒有 但我們有 你這個還在等待 還在等待 你不能一直在新門町中奧東路 這沒有贏 對 去看電影嗎 看你們打 你 你會呈現撒嬌的狀態嗎 你幾歲 三十一 你如果現在嫁給一個四十 不然你娶一個四十二歲的女人 你覺得你會怎麼對她 還是會撒嬌啊 不會啊 你就像個男人就好 我跟你講 這就是我觀察的氣態 因為其實 我一直覺得他有 很重的責任感 所以他會一直在 像你會撒嬌 他不要 他要Be a man 所以他就會 我覺得你有時候扛了過多的責任 或是 所以會生病 對 It's okay 對 因為那時候 我就有覺得他其實 很多時候 當然我們是朋友 我們不會那樣看他 可是他只要覺得 亦有某種眼光 那樣看他的時候 因為當時他跟林玲姐的 知名度也好 或什麼是差別很大的 然後婚宴的情況 我也那時候也聽你講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覺得說 其實其他一個沒有關係 結婚二十七年到今天 當年小林 你都還未婚 結婚二十七年到今天 所有當年看我不好的 都已經離了好多次婚了 我很好 對啊 臭皮三十二歲了 我很好 對 都什麼事情都有責任 我問你 你剛剛講Be a man 這個B要不要消音 不用吧 這是英文 對 而且我們現在只要說 像這個專輯很好聽 大家不要去買 對 對 因為NCC說不能引起 大家購買的欲望 所以我們倒過來講 就OK了 這個專輯很好聽 但大家不要去買 這樣就算 這樣不算促銷 不要買你的書 漂亮 哪一本啊 不要買哪一本書 千萬不要買 請問NCC到底有幾星星 NCC 等一下 這不是有跟他 你開過這種玩笑嗎 是不是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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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一下 再回就走了 還要再繼續斷回 這支配 你知道嗎 今天製作人的小小的要求 因為他們小時候是看我們節目長大的 他說我們兩個可不可以對著鏡頭 再來一次好彩頭 好彩頭 好彩頭 我要 我要 等一下 你這個壓軸 你這個壓軸 我跟小黎來一個天生影家 來 來 歡迎大家收看 天天一下 本棒 耶 是 OK 今天比較好 今天OK 經過排練比較想起來 換我 我們先來好彩頭 好彩頭 預備 門打開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好彩頭 只要你敢來 是這個嗎 不是這個嗎 我可以再下來 這個 好彩頭 好彩頭 他要記住 I'm sorry 不是 那個節目我主持了700多集 對 我的後面才接的 對 700多集是很難忘的 是 了解 再來是一個 那比接穩記憶跟聲音 好彩頭 好彩頭 直到直到來 好彩 跟著來 好彩頭 要看他 好彩頭 好彩頭 真的是 好彩頭 好彩頭 我覺得你最棒的財富是有這麼多的朋友 是嗎 大家陪你來上通告 還要被你這個叮兩句 要起來 你把我的CD插在裡面 什麼 什麼 他就在那邊廣告嘛 他插在這邊 不是 而且你 小燕 有一個凹槽 是不是 有這麼多好朋友就是最棒的財富 台灣的觀眾 這次就也非常懷念齊泰哥 那當然在這邊我也很開心 這個鑽鑽我是 鑽鑽 鑽鑽 那時候看他還有一個月 我讓鑽鑽亮個像好了 鑽鑽來 他這一身沒有 他沒有在 他沒有在任何節目裡 讓個像 17 18歲 像個帥哥 你好啊 你幹嘛不敢看我 你幹嘛不敢看我 你好 當年 害羞 當時一歲 我跟妳 我剛剛借來不是為了要介紹你 這是我在上海過生日的時候 現場工作人員的T恤 二分之一四季為自己拍拍手 我覺得也過五十了 然後人生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常常記得為自己拍拍手 其實 你為自己拍手別人才會記得 爸爸辛苦都知道 對不對 這個常常 講句話 他也是有嘴巴的 是 在我們家不是只有我講話 是 今天真的 你爸爸麥克風交到你的手上 等一下 你說什麼 其實是的 在你們家怎麼樣 在家是不是我說話 不是我爸在講話 哦 爸爸 爸爸常常很風趣嗎 在家裡 對 他在家裡跟在外面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 好啊 那媽媽很欣賞他的幽默嗎 會啊 但是他經常都是冷眼對待他 會說一句什麼無聊 就走過去 對 對 他們會 他會說 你們這些男生真無聊 你看這也包括他 對 對 因為家裡男生多 現在娘娘在美國讀書 娘娘在美國讀書 娘娘那時候我看到的時候才四五歲吧 三四歲 三歲多 好可愛的小女兒 現在讀大學 孩子總會長大 但我們不會老 對 我覺得其他人永遠有那麼多的財富 包括了家庭 我覺得妳講結語這個背景很適合 來 我們追逐好不好 來 妳們哼在背景 哼在背景裡 哼在背景 然後妳講我們講幾句感性的話 因為他今天沒有什麼表現 沒有什麼表現 然後納豆妳要主持的總結 納豆妳要講 那妳看到我們這些老朋友見面 來 妳不要一直站在妳那個姐妹旁邊嘛 對 對 我們兩個拍一個合照 是SINGLE 這樣撞小朋友 這個團體 沒有 我覺得今天這個很黏 我覺得看他活化石 在我們面前這樣子 什麼 不是 其他也給我 那意思是說 我看那個就是那個 歷史 然後他 歷史 不是 歷史 我說 我們趕快結束這次 等一下 過宮 過宮 看到過宮 過宮 對啊 不是那個肉屎 我吹雨白的 吹雨白菜 你是毛宮頂 是吧 我跟你講 吹雨白菜 復春三居圖 合璧 有沒有 你們算是兩岸合璧的一副 復春三居圖 這畫面是不錯的 對 好 那現在講捷雨 來 歌手 快點 追逐 小蟲的追逐 好 追逐 來 來一下 我愛我的音樂 然後講點結束 好 來 再看到其他一個真的很開心 然後希望身體健康 好不好 身體健康很重要 要保住 為李玲姐 為小孩 為家裡 太大聲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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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